因為我們家的親戚 就是兄弟姐妹 大家胸部都很大 就只有我一個沒有胸部 所以就很尷尬 就我一開始前三天的時候就比較難爬起床 就很痠痛就是從前面痠到後面 可是不是疼痛 那我本身是比較怕痛的人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忍 然後但是漸漸過了一個月以後 就沒有什麼感覺了 然後我覺得胸型也變得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還蠻自然的 就很值得這樣 我之前以為就是我舊的衣服都要丟掉 然後重新買新的 可是其實還是穿得下 然後只是這邊就會變得比較飽滿 然後出去拍照的時候會比較有型 然後尤其是側面就是看起來比較明顯 弧度比較大這樣子 就不用塞胸貼或是墊東西這樣 因為我諮詢的時候我有跟醫生說我比較怕痛 那他是建議說用柔毛面的這樣就不用 就是可以減少三到六個月按摩 那其實我側邊就是這邊原本還蠻凹的 可是這邊就塗塗的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弧度吧 然後我就想要把它直一點 有點想要像混血兒吧 就我以前拍照要化妝的時候 那個攝影師這邊都要打比較重的鼻影 可是我現在就是 因為有整過鼻樑 然後就是側面或是正面都比較立體 就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我本身就是比較有一點像小孩子的臉 斷完手術之後 我覺得有一種比較成熟的感覺 那也會讓別人覺得我比較穩重 自己做完這件事情以後 比較有自信 我覺得就是法僑對客人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它很輕很足夠 然後很像夾爾吧 大家好 我是法僑醫美診所總院長邱靖燕燕 以下是我們法僑的衛教時間 請大家享樂至卡